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賀頂穴在我們的手 大拇指往上 在我們摸下來我們的膝蓋上緣 有凹槽的旁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按下來它這邊就是一個凹槽 在這邊會有痠痛的現象出來 這叫賀頂穴 第二個是血海穴 血海穴在我們的膝蓋摸住我們的 我們的手掌摸住我們的膝蓋 斜45度斜45度的地方 大拇指貼下來的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血海穴 按壓下去會非常的痠痛 然後慢慢的把它揉鬆開來 這個我們不用很用力按 它只要有壓到然後慢慢的揉鬆它就行 第三個是毒鼻穴 毒鼻穴的話是在那個膝蓋 膝蓋下緣內側 內外側兩邊 我們吸眼我們稱為吸眼的地方 這兩側這個地方 毒鼻穴它不需要多按 它只需要壓著它慢慢的去震動它就行 震動到身體上面的大腿 下面的膝蓋腳小腿 這個地方都有能夠鬆開來就行 接下來第四個是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是我們把手慢慢推上來 到筋骨出籠 下方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大概用四個手指頭的大小 摸著筋骨 往內 往外側圓再多一個手指大小 這個地方摸它的縫隙 摸它的肌肉的縫隙的地方 這樣摸著它的時候 整個筋骨會有一個膝蓋 胃筋的這一側會有慢慢的緊繃痠麻脹的現象下來 這是竹山裡 然後再過來是陽靈犬 陽靈犬在我們的筋骨和肥骨小頭之間 這裡斜三分之一的地方 這裡摸過來會有一個凹槽 這凹槽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做按摩 這是陽靈犬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陰靈犬 陰靈犬在我們的膝蓋 筋骨這一側和我們的尾中這一側一半的地方 一半膝蓋下來一半的地方 慢慢的往膝蓋下緣一半的地方 慢慢的往膝蓋內側這樣按進來 這就是陰靈犬 尾中站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尾中正中線上面 這是膀胱筋的過程 膀胱筋所過之處 然後分它兩端 我們會按壓在正中央的地方 這個叫做尾中穴 OK OK OK